屏東東港是以海鮮聞名 白天會有不少的觀光客 但是最近這一年 連深夜都有人來到訪 原來魚市場內有一家深夜食堂 凌晨一點才開 誇張的海鮮在當地不算什麼 吸引人的是這裡更便宜 生魚片又大又厚 25片只要200塊 能有超低價的價格 原來老闆是生魚片的大盤上 凌晨時分 東港魚市場四周一片漆黑 只剩這個攤位燈火通明 人生鼎沸 每一桌客人必點生魚片 店門口擺著好幾尾 剛剛進港的現撈鮪魚 師傅當場宰殺分切 保證絕對新鮮 客人豪邁開吃生魚片 完全不用考慮荷包 看看師傅快刀切好的 這份綜合生魚片 25片只要200元 又大又厚的鮭魚 北美鮮嫩也只要250 其他熟食海鮮 三五十元銅板價就能吃得到 最貴也不過100元 兩拌魚肚 還有醃製過的炸魚丁 都是熱門菜色 這裡的生魚片賣得比墾丁 後壁湖還要便宜 原來老闆有自己的漁船 是生魚片大盤商 早上船隻進港 處理完魚貨批發後 已經是中午 稍作休息 凌晨一點來到魚市場開店 因為魚貨是自家的 才能不計成本便宜賣 連後壁湖的知名海產店 都來跟他們進貨 深夜食堂去年10月開張 原本只有在地人光顧 大學生族群在網路PO文介紹後 專屬夜貓子的超便宜生魚片 一炮而紅 記者林安平 屏東報導 在網路PO文介紹 在網路PO文介紹 感谢观看